虽然没有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 目前以44.34米占据第一的位置 随后出场的是巴西选手桑托斯 这一下速度真是加起来了 不错啊 不愧是北京残奥会上的冠军得主 无论是动作还是力量都堪称一举 更是以44.37米反超阿塞拜疆占据第一的位置 接下来出场的是中国选手路波山 加速出手 这一头还是十分不错的 虽然没有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 好在最后以42.60米占据第三的位置 第一轮比赛结束 巴西选手桑托斯占据第一 中国选手则是占据第三 而在接下来的五次试头中 阿塞拜疆选手内比耶夫再也没有突破44米大关 最好的一次也只投出了43.06 出手的速度有点慢 成绩不理想 反观巴西选手桑托斯渐入佳境 再次投出了44.1米 这边出手的角度也好 飞得非常的远 目前依旧占据榜首 此时我们中国选手吴国山要想夺冠 五次试头中必须两头不低于44米的高分成绩 虽然吴国山的实力在中国是顶级的存在 但要想与世界